穆斯林世界最能打的国家,世界大国都没办法打败它。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,主要分为三大宗教,而每个宗教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军事强国,非常能打,如基督教的美国、德国、俄罗斯、福教里面的中国、朝鲜等都非常强悍, 而伊斯兰叫穆斯林世界,却没有自己的强悍军事大国,打仗都不怎么行,穆斯林世界太张,但是,其实这是一种物件,在穆斯林世界也是有军事强国的,最典型下面这个国家,是穆斯林世界最能打的小国,世界大国都在这里跌倒,都没办法打败它,堪称穆斯林世界第一强。 这个国家就是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,提到穆斯林世界,世界普遍的印象,就是穆斯林世界很乱,而且很不靠谱,一个个人高马大的,但是没有一个军事强国,当年说伊拉克厉害,世界第三,结果美国一个月就打废了,后来说利比亚能打,结果自己国内的民兵就把国家打废了。 现在又是沙特能打,但是沙特两个胡塞武装都搞不定,已经成为世界笑话了,还有所谓的伊朗,据说最能打,但是其实当年它连伊拉克都打不赢,真打起来也就是跟伊拉克一个水平,唯一的优势就是战略位置很重要,才保留到了今天。 所以大家都有穆斯林无强国,穆斯林不能打的印象,但是其实我们把范围扩大,就知道,穆斯林其实还是有能打的国家的,最典型的就是阿富汗。 阿富汗也是穆斯林国家,整个国家虽然小,人口不多,而且很穷很穷,在穆斯林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中很不起眼。 但是阿富汗却是名副其实的最能打的穆斯林国家,阿富汗先后跟大英帝国、苏联,还有美国交手,这三个国家,那当年可都是世界超级大国,国力比阿富汗不知道要强悍多少倍,简直就是大象踩死蚂蚁的节奏。 但是最终的结果,阿富汗行进自己的战斗力,竟然赶走了这三个世界大国,直接让他们跌倒,甚至苏联跌的还不轻,直接给截铁的。 美国到现在还在苦苦支撑,英国早就不敢动了,所以不管阿富汗多穷,光是这个战绩,就可以知道,阿富汗有多能打,绝对的世界穆斯林中最能打的国家了。 很多人不太理解,为何阿富汗的穆斯林比其他穆斯林更加能打呢? 其实主要有三点原因。 第一,是太穷了,从道理来说,越是有钱了越是惜命,越是怕死,而其他中东穆斯林国家就是如此,国家很富裕,舍不得死。 但是阿富汗那是穆斯林最穷的国家,古代很穷,现在更穷,按照穷山恶水出刁民的理论,整个阿富汗那是最穷最穷的了,因此,自然都是难搞不要命的刁民了,这也是其战斗力所在。 第二,太封闭了,现在世界的穆斯林基本都在世俗化,接受新的生活方式,改变很多宗教封闭落后的做法,这样使得穆斯林战斗力下降。 但是阿富汗这个地方属于三不管,十分的闭塞,现在伊斯兰教还基本上是比较封闭的原教旨主义,是俗化很慢,所以这些人在思想上更加虔诚,更加一根筋,所以打仗自然更加的厉害,这是其他中东国家不能比的。 第三,地形加部落,与其他穆斯林国家多沙漠的地形相比,阿富汗可谓是得天独厚的条件,多山脉,山脉亦多,那么打游击那是得天独厚,非常顺畅,这是阿富汗能打的地形条件。 除此之外,阿富汗部落势力强悍,全国几百个部落极度分散,光是酋长就有几百个,所以这些酋长武装,很难打败,这也是优势之一。 很多时候,世界大国打败了阿富汗政府,但是酋长们就是不投降,还会继续打,最终将世界大国打败,所以阿富汗能打,那是绝对的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,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真相。